在西维吉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为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呼吁支持 我不用竞选 但我真的在竞选 这就是为什么我四处为伟大的候选人而战 你们看到发生了什么 你们看到那些可怕的 可怕的激进的民主党人 你们看到它正在发生 上个星期 随着卡瓦诺的指控者福特在参议院作证 以及卡瓦诺的公然否认后 有关确认听证会的争论变得更为激烈 布雷特对我的侵犯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过于害怕和羞愧 不敢告诉任何人细节 这一确认程序已经成为国家的耻辱 你用搜索和毁灭代替了建议和许可 在卡瓦诺的确认听证引起大讨论的同时 特朗普正在全国打理动员 帮助共和党人保住他们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 答应我 你得出去参与中期选举 不要自满 你得出去参与中期选举 你必须投票 但民主党也有一些民心影响力来帮助提高投票率 包括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 他们会说 我要等到总统大选 这次实际上更重要 这实际上比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的任何选举都重要 约翰夫杰表示 特朗普将是下月大选的核心人物 可能会激励双方 他一直在那里为人背书 以一种许多人在他当选时认为 他不会在共和党内部或其他候选人共事的方式 他肯定会帮助一些共和党候选人 但也可能会让其他人反感 吉姆凯斯勒说 民主党选民在特别选举和初选中大量出动 这对于11月中期选举是一个积极信号 我希望民主党能拿下众议院 我现在甚至认为他们可能会拿下参议院 尽管这个计划很难在那里实现 民主党选民非常非常兴奋 共和党的选民也出动了 但民主党的选民真的出动了 预计特朗普总统的助选活动会一直忙到选举日 他希望以此来削弱民主党的声势 以避免他在今后两年在决策方面受到限制 美国之音马龙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马龙 华盛顿报道